就是这个位置了,进去港亚路 我们就要在这里进去吃虎鱼蛋 门口全部都是人 我看到有把手的 应该是违背了 就不是那种细违背 有些马先生、三母会员店 这些送外卖的哥哥 应该会把东西放下 等他们的客户出来拿 我去问那些穿穿蓝山的国安哥哥 就已经说了 只是给入不给出 但是送外卖的哥哥 是可以进去 可以出来的 前面继续在卖香蕉 这里卖带子 广州市民真的喜欢吃水产 这里已经生气了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湾路 继续白云区、海珠区之后 这里又发现了有不少病例 应该在昨天早上上 这里已经有大量地方封控了 我先讲讲最新情况 在我拍摄这条影片之前那一天 已经收到通知了 广州市老城区校全部停货 当然这里也不例外 之后的话 有很多地方已经变成足不足户 即是小围币 你在小区可以自由活动 未知不准出楼 但是已经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我继续往前走 就已经是去广亚中学的位置了 这里全部都违离了 是全部啊 全部在右边这里违离了 我想不知是否连红色水马都不够用 在路上我见到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见过救护车 我见过保安 我见过黑色衣服 蓝色衣服 绿色衣服 大家就明白了 感觉上 比我上次去到海珠区 感觉上好像更压迫更大 每个地方都违围着 我去过三个地方 最没感觉就是上一集 我去到光复楼那边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竟然继续做生意 但是这里呢 巴士停了 巴士全部飞站 地铁停了 公交车站停了 往时这个位置 不会这么少车 塞车塞到不得知了 我现在已经走出来 行车道了 除了四个车以外 基本上很多都不可以走 里面的居民是出不了来的 可能真的有些人会开车 经过附近去上班 经过这 当然还有电机和共享单车 都是可以的 在路上 我看到很多这些 已经是 例如六四三这一位 可能是医护人员 或者医生 刚刚下班 走一走 走一走 超级多 这一集影片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我会在这里先上桥 看一看广亚中学的入口 广亚后街的入口 我应该不会进去 因为我刚才远远 看到很多人把手 进去出不回来 就实际了 然后我会向南园街市场方向走过去 那里是叫西长站 至于后段是怎样 到时再说 可能再回到西华路 又或者甚至浮荣津路 那些后面再说 我们看看这些巴士站 都习惯了 这些都很正常 对面全部都是红色水马 我在广州这么久 近期见到最多红色水马就是这里 包括我刚才 我站在这个方向 打车过来 我是打车过来的 看到除了广州火车站 一过到广州火车站之外 全部都封控了 全部都是水马 这个位置就是 进去港亚中学其中一个入口 对面就是西村地铁站 很多工作人员站在这里 其实如果他们有穿防护服 还没有那么害怕 这些是没有穿防护服的 究竟他们是志愿者 还是是什么人 真是不得不知 但是肯定是工作人员 至于巴士刚刚有步行过 看到里面是没有人 至于在我右手边 就是地铁站 西村地铁站D口 有很多写着執勤 保安哥哥在这里 休息一下 松一松 这边是搞卫生的 在这个位置 右边就是协和中学 这里过去是富力图园 全部都封了 不过我们不是想看这里 我们想来看看这里 就是这个位置 进去广亚路 我们要在这里进去吃富技鱼蛋 门口全部都是人 我看到有把手的 应该是违背了 就不是那种细违背 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进得到 应该没有人可以出来 进去应该问题很大 再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看 公安车、城管车 接着还有一部货拉拉 救护车都有 而且还有一个事情 在对面马路 好像是对面马路 就是这个叫做志愿者协会 他们核心地方 当然尤其紧张 黎湾区中医院的车 准备进去 而且我在上这条天桥的时候 都见到很多人 揽着这块牌的胸口 不知道它是负责哪个 哪个环市就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工作人员 可惜看不到里面更多 我们只能下去 继续往前走 还是收到小鹅的方向 可能会过到水厂路 和南园市场的地方附近 我们继续往前走 右边封闭 左边封闭 一切都封闭 我见到有些保安哥哥在这里 吃早餐休息一下 可能人家都做了一整晚 很辛苦 在我身后 就是环市 环市西路小盒 这条环市西路 平时是塞车塞到爆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的士哥哥都说 很少见到那么少人 没差 全都封闭 有什么车 就是经过这条路的车 好像过年 大家多久没见过 还是西路那么少车 我想 除了过年以外 也很少见 而且感觉上 比起我最大的不同 和之前我去过 甚至海珠区的地方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进去下道路 其实是可以正常买食 可以正常地外卖 正常地吃到一个汉堡包 在这里我暂时未见到任何一间店 我说是开着门 如果你想吃东西 但又没有被封闭 如果你想吃东西 那当然是 第二要叫外卖 你都要去买 可能有一部电鸡 去到西华路 好 这里又全部都是水马 是全部 全部 全部 继续往前走 便会回到西场地铁站的方向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终于来到 看日落这个位置 是一样的 都是封闭 我见到和平新村里面 都是封闭 不知为何说了一半 我不说了 我就是见到前面这班人 哎 免得了 他们应该是自愿工作者 来的 可能带着几个自愿工作者 在附近走 看看有什么事情要帮忙 安排一下工作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铁路鬼在这里 我想过去市场门口 看一看 入我就未必进了 看一看再说 我都很想知道 附近的家庭市民 怎样买菜 因为刚刚我开始拍摄的时候 我去到协和小学门口 看到那些送外卖的哥哥 他们是用脚走的 有几个 又不是全道 用脚走的 我拿着一大袋二袋 因为他肯定是用车运过来的 但问题是 他应该找不到入口 怎样放下 不知我应该放在哪里 给他的客户呢 所以 我就想去前面市场 骚一骚 骚完之后 我就知道附近 还有地铁站封了 中八西村西场 和彩虹桥都封了 附近再兜一下再说 或者回到西华岛 好 到时就说 我们看见了 前面全都封了 老实说 我也觉得没什么可怕 过马路 过马路再说 过马路 如果平时这个中数 我怎样能够 那么自由地 在街上 在这个位置 横过马路 很难的 平时在路过马路 如果这个中数 又要怕着电机 又要怕着那些 粗心大意的司机 现在就很自由地走 那我们继续走 基本上已经已成定局了 这里肯定是不能进去 之前进去 是不是有市场 里面这个歌记 真可憐 他说不定是工作人员 只是拍两张照片 大概的情况 我就已经了解过了 亦都知道是什么环境了 既然全都封了 我没有必要再拍摄 这里又封了 那里又封了 是全面都封了 事不宜遲 我们现在就走过去西华路 那个方向 看看跟我上次 经过西华路 大概应该是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前 又有什么不同 去到西华路 那个风雨亭里面的入口 我真的不敢拍摄 那前面那个先生 应该是在执法部门那里走出来的 拉着一个行李 那个行李是新的 我也看到了 可能里面有些资料 要送去其他地方 继续反攻吧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也都问过工作人员 他就说 入了就出不回来了 入了就出不回来了 只准不出 我们来到这个入口 又在这里轻轻稍稍 这里一进去 就已经是讲中学 其中一个门口 有人在送一些物资 应该是保安哥哥找他 不是你想死吗 有些合马先生 三母会员店 这些送外卖的哥哥 就应该是会把东西放下 等他们的客户出来拿 那换而言之 应该在维桂区里面的人员 是可以有条件地流动的 好 那我们穿过上边汉桥 现在来到西华路尾了 我会在这里往左转转过去西华路 稍稍的 据说周门门口都已经封住了 我又带大家过去看看 暂时看到前面好像是封住了 好了,我过去稍稍 如果过不到 我们走到前面那边去看看 看一看 暂时在拍摄了这几集 关于疫情的影片 我发现有一个比较大的规律 就是大路基本上是不要封的 但例如有个的士哥哥 这个可以进去 其实应该是行得到的 反而右边这里 卖装饰材料 全部都违离了 人都是看到两个 有一个医院 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围住了 我都不用过去 卖装饰材料 肯定不能进去 反而西华路尾 这边 有些帅哥哥转车过来 应该是可以走得到的 这附近就是很多卖装饰材料 主要是石材那些 继续往前 走完再说 走到这里暂时 我看不到 有人拿着那些送菜 食物行过的 绝大多数都是送外卖的哥哥 反而看到很多 叫做什么 三母王超市的会员店 是的 他们还做外卖配送 不过应该不是在天航运来 他们应该有大仓在附近 都需要和这份 很明显 嘗嘗里面 是否有铁匆区 就要不及è 那里面 我还是绝对按一会 试音乐 就是 都已经是违背着违背着 来到这里,来回大路 就好像稍微松一点点 我看到前面有一辆巴士埋站 究竟是否正常运营呢?不得而知 彩虹桥地铁站,我刚刚经过了 也不用看了,已经停止运作一段时间了 应该从前天开始 继续往前走,就会到周门的方向 周门有两个人进口 众所周知,一个在中山坡那边 一个在这里,中山坡那边我便过去 过去前面先,大家看一条街 即是没有车 即是我可以在马路中间打关斗 真是,你打了关斗给大家看看 这条路是没有车的 又见到有一两步这样经过 我是可以在马路中打关斗 巴士原来还是正常运作的 这个站 打关斗这个环节站 大家欠奉 没有的,是没有的 继续往前走 我来到周门这个入口 我一定不进口 无论是否24小时 什么都好 但我听见里面是可以热闹的 可能是 凭证又或者是 那种24小时宣布过去可以进得到 我等一会过去 我刚才遇到什么情况 我真的不敢拍,就知道 我去问那些穿着蓝衣的保安哥哥 就已经说了 只是给入不给出 但是送外卖的哥哥 是可以进去,可以出来的 这个肯定是允许过才行的 第二,我也见到有街坊市民 在隔离市场买了送 就递进去给他家人 那些就不需要任何申请批准 换而言之 市民在里面 是可以圈定范围里面出入 只能这么说 不过他们很紧张 再来,前边这里有交流站 我已经见到前边有工作人 在卸水马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究竟他们卸在还是装在 我看不清楚 看多两眼 会不会有一个情况 是他们准备封控这里 真是不得而知 都是快走算 看到有警车各种 走走走走走 再来,刚才我问过 有家康市民将物资 送菜送进去 给他在里面的家人 我问过那个美女 她说 小梅大街里面是市场正常 仍业重 过去看看 应该是最后一个环节 好,那我们在这里走进去 刚才我仇见了,卸单楼已经停了 没有继续运作 这里应该是正常出入的 我们进来看看市民买菜 那些情况 都是很冷清 不过稍微有所缓和的 这里还有餐厅正常运作 唐食人不问 做外卖 便利店 卖烟酒 也有 旁边卖汽水 还有多美丽炸鸡 那些多美丽炸鸡 应该都不开 还有最搞笑的事情 是这样的 我在社交媒体看到 最惨是被风控的那些烟纹 你说整间屋围住 就算了吧 他叫半围币那些 要叫外边的亲戚 做两包进来 当时一饭都不吃 就要做这些 真是好笑 也不知道是什么 继续走 好,我们慢慢进入市场附近了 在这个位置 又是那句 换着往事的话 是很热闹的 路面很多车 看到有些阿姨买了菜 前边的市场都是正常开门的 左边我记得还有大市场 我们在门口 纳纳就算了 这里 以前是喝茶的地方 茶兵方很便宜 现在就全部变成坏菜 至于苦中作用 还有咖啡友 添咖啡 继续混淆中 什么都少你 这边有很多叶菜 蔬菜 喝茶都不做 但是有些包点可以买得到 这些菜 我估计会不会是老闆自己拿出来 还有看到一盘盘的熟食 这里就是市场这部分 有时候我和老婆都会过来这边买 因为两个市场很近 一个是金花街市场 一个是这里 暂时看上去 不算太多人 换言之 金花街市场那边继续开 如果那边没有开市民 会涌过来这边买的 卖菜全都没问题 城管不理 还管? 傻的 旁边饺子店有开 原记云吞饺饺子也继续开 市场亦是如此 但这个市场不算很大 这个衣服还在卖花 再来 以便宜注称的性价超市 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继续服务市民 我是很喜欢他们的 无论是上一次刚刚发发疫情的时候 我们家里都是靠着城街 撑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们是很坚持的 而且我没见过他们会大涨价 甚至乎第二波疫情比较严重 即是荒村出事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涨价 只是轻轻那些特价不做 现在我收到菜心包得挺漂亮的 那些是四蚊鸡 贵了一点点就可以了 烤猪肉 鸡蛋 一切都是有的 不过他们是不喜欢让人进去拍摄的 那我就不进去 我试过进去拍摄 给人烹饪出来的 轻轻看看就算了 至于镜头一转过来 这边就很多 简单来说就叫做走鬼堂 以往都是有的了 城管有时都会过来管一下 但到现在一定不会的了 大家市民有东西买 心就定了 还有活鸡也有 这里就是小梅大街 旁边美女人在买菜 还有凍肉 这里卖着搭甲还是蛇菇 好像还有 烹汤鸟 前边是莲藕 挺容易留 再来连水果也是有的 甚至乎连这些 阿姨的衣服都有 一毛肿 这边卖着猪肉 这边卖着鸡骨草 继续往前行 我们进入 真是西华路美食街 跟上一集一样 跟昨天一样 珍珍是不开门 只是换言之 他们平时都赚得很足够 关了门 珍珍 珍珍关了门 OK 连外卖都不做 旁边螺丝粉继续做 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看看市场有没有正常营业 又或者会不会有其他被封控的地方 刚才我听到很多阿姨在这里说 返卖了 返卖了 听说是封到来了 因为他们在这里居住的 真是说难听 那边封到来 你都不会走了去 你走到哪里 对不对 那就买好多点菜 放在家里 那不是跟我一样 有得早餐 就继续吃 下次可以过来这间市 看上去多好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最后一个环节 如果有些漂亮的店铺 有东西吃的 我们可能都会买些 那些到时再说 我们就穿过康黄路了 回到西华路了 对面这个位置 就是上次喝牛奶的地方 老板和老板聊那里 封了 那便进不去 即是外卖都没得做 至于右手边 就是一堆店铺 一如以往正常营业 我又看看有没有哪间老字号 正常营业 这个人就是休息 我看到方记是继续有做生意的 方记继续有的 然后睡锁好像正常营业 然后前面在这里 正在煞气 对了 对了 原个核酸 你看 你看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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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里 就不知道为什么 留下一个入口 里面是硬是酸的 上星期我进去 应该是正常入得到的 我不进去 都知道 一拦住 我就在里面 可以过上愉快的十五天 看完世界杯 再算 继续往前走 我们去到市场 看看 看完最后一个环节 继续走 我们继续走 我们看到前面 已经有水马达 那个位置好像是转进市场 真的不得如知 究竟市场能不能进去 但是我见到很多街坊市民 是有拿着些菜出来的 来到这里 看看再说 在路上 除了水马 红色 蓝色 黑色 很多都是街坊市民在这儿 红圈 究竟哪里封了 究竟哪里不让进 再来 地下的水马 都推倒了 市场应该是可以进去 好 我们进去看看 一封住 我又可以在这儿 喝喝吃吃 走走走 死就死 我们继续走走 西华路市场 或者金花街市场 看看就算了 不过我都买了两个包 包蛋先和大家说 什么回事 这边是在买 那些生面的 那些阿姨 整定些 回去 多热闹 其实老婆叫我买 不过 不过 至于这边 就是整个市场最逼劫的地方 一样很多东西 大家都是 好像刚才我所说 买好一些回去 粽 煲汤料 最好买就是这些 我和大家说 洋葱3元 几急 很多阿姨 都是带到整副工具 然后拉着车来买 至于之前 哪个面当 最热闹 都是买好面 回去 做得到 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 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又不用出门 竟然在这里继续买咸酸 可能咸酸对身体健康吧 腊肉 腊鱼 这边可以热闹 至于市场里面 我真的不必进去 并且在这里附近 在这里转转 我前面继续卖 在买香蕉 这里卖带子 港州市民真是好 喜欢吃水铲 哦 这里热闹到 暂时我走到这里 我未见到有人是不戴口罩的 还有一个拉一下乙户 谁鬼鬼鬼鬼 至于这边 这边热闹多 一直在买热闹 超级热闹 超级热闹 据说第一瓶那边也有风控的 可能我们也要过去看看 至于这边就厌酸 正如上集所说 我不会在这里厌酸 这边继续卖 大家出行卖了 因为都不知何时封到自己 说一下这两个面包 我洗了六个半 就是上一次我来西华路 有家面包店 不买了 怎么买呢 他们的包店很大 就是这边 我跟老板娘吹嘴吹了两句 他就说 刚刚有两个快帝哥哥 琴上去拍照 是琴上黑风的 老板娘应该是封之前 把物资运送出来之旅 就继续做生意 卖了些货 一来市民有一食之旅 自己的损失都不必太大 这个画面 真的可以算得上 市民抢购送菜中 不知道何时封到自己 你看 饺子云吞 排队卖 真是浇惯 好了 我们都是出回大路了 看过里面的情况 市民是有菜卖 怎么说 抢购送 就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过第一张门口 轻轻扫 又是那句 可能是我今天见过 最多人的一个场景 不如去前面 尼口福看完 门口都排队 尼口福国企 是广州酒家 你早不能够 红外物介入 或者怎样 没可能 过去看它 尼口福 没错 就是尼口福 因为它是国企 它是要做 稳定民心的榜样 一袋袋包 运载过来 放在门口卖 如果真的换了以往 乘管是一定会管 你不能够这样做 你不能够这样做 现在不会 最重要 大家安心一下 有得买 而且还在这一单车 挺开心 好 而且不单如少 我偷听到我还要做买一送一天 真是教官 再来又跟大家讲个笑话 众所周知 8月15日会有很多月饼 你是不会有先见之明 其实那些烟饼摇摆在家里 这些烟饼摇摆在家里 这些烟饼摇摆得一轮 对吧 哈哈哈哈 我们又回来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经过这个 围着红色水马 到街坊市就走过 不要吓人了 弄工程而已 弄电而已 围着水马 弄到客气死了 很搞笑 一些广州阿姨 真是不得不提这位 卖猪肉哥哥 我刚才在旁边买了饺子 它真是摩打手 未停过 而且价钱我还记得 品质我不说 其实它只是买到26元 早几天我们在商业市场看到 25元 完全没有升价 未停过 完全未停过 再来 对面 刚才我听说 卖猪哥哥说 对面马路封了 是什么时候封的呢 是昨晚六夜12点封的 卖猪哥哥还说 有些市民叫他扔猪肉上去 真是 买好猪肉一定是没错的 放在雪藏那一格 过多三个月都还可以吃 对不对 真是很压抑 那好吧 不说 希望快点疫情过去 我们现在是时候回去 回去吃我们 刚才买的东西 我们又来这里 我猜应该不能去的 里面是第一樽 司马街的方向 这里应该不能去 里面已经是半围闭状态 市民可以下楼去买菜各种都行 但是就进去出不回来 那种 好了 又来我们这个北能堂食的日子系列 看看我们买了什么先 先来说一下这个包 这两个包 我花了六个半银纸 是这个叫荣兴饼屋 即是在哪里呢 即是说 猪肉佬地面那里 有一行 有个食 叫做 东莞奶粉 旁边的一间店铺 开了很多年 它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太大了 价钱不贵 当然价钱不贵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所说的 叫做酥皮包 又或者香港观众叫做菠萝包 这个我忘记了 应该是过半的 这个应该是过半的 再来 隔离这个 首先摸上手 是软的 它不是硬的 OK 不是硬的 有什么馅料 有一件煎蛋 有一件 午餐肉 或者叫火腿 再来 第二个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我整天想试的 就叫做 成绳 上次我们去西华路拍摄的 已经说过它了 它们最有名是什么呢 就是吃饺子 它们的饺子是这一种 它是会有 这个我老婆教的 它叫冰花 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 它是像冰花 那样的 又是她老婆教的 以前 说回上一次 疫情刚刚来的时候 当时 在我家里 老婆教了我煮了很多食物 包括这个 她说 首先要煎饺子 下水 煮熟它 然后开一点薄粉 灑下去 它就会有冰花的感觉 另外 再来 成绳煎饺子 也是开了很多年 不过 近期 我上网看过博主说 它们做得没有以前那么好 我是这样看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以前没有吃过它们的出品 第二 既然说得没有以前那么好 就是以前好 它只开了三个月 相信它们能够俘虑到一班本地街坊 我今天来试一下 不过有一个问题 因为又是没有糖吃 所以这盒煎饺子 其实是放了一段时间 再来 又是成绳煎饺子 不过我在看猪肉佬剁肉的时候 我就买了这一个 因为它们的煎饺子是现场煎的 我看着它 在后面的厨房里 是拿了一盒半成粉出来 是现场煎的 但是由于猪肉佬太性感 所以我就没有拍摄别人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是7元鸡一碗的玉豆沙 哇,很难开 就是这个 一碗的玉豆沙 看上去 哇,全都起了沙 我是要了一碗冷的 等一会试试煎饺子 再试绿豆沙 我自己很喜欢吃韭菜煎饺子 所以我买了一份韭菜煎饺子 这里大大话话 都没数过 可能15个左右 18元一份 我记得了 先蘸一下这个酱汁 这个应该是醋 我刚才试过一款 是这样的 这只不是吃过的 它里面的餡料比例是OK的 肉和韭菜的比例 有时候我吃煎饺 韭菜和肉的煎饺 我就很怕里面有多肉的韭菜 但你又不能够弄太多 因为没有肉 就没有了那种鲜味 但如果是肉太多 有时候肉有很多肉筋 其实并不好 再来 又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过好像又不是我的问题 就是摸糖食 众所知 煎饺子煎饺子 最好吃就是刚刚煎出来的时候 趁热吃入口 没办法 即使被我放了大大话话 差不多3个小时 它仍然有点脆口 但是老实说真的并不够 我再点一下这些辣酱 应该是蒜蓉辣酱 因为我自己个人吃 吃完再点也无所谓 它又不是很传统的蒜蓉辣酱 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蒜蓉辣酱 要辣得多 很厉害 嗯 这个辣酱很厉害 它应该是用了海南椒 已经偷探过了 不然我想刚才这样点 就死了 好 吃完饺子 说辣酱真的可以 好 这个口 有点辣 很刺激 再来吃一碗绿豆沙 刚刚好 你说有一堂吃挺好的 说一下绿豆沙 刚才我试过一口 它是够绵和很浓的 但是暂时我未吃得到有沉皮的味 不过 可能我们的腌尖骨头 甜了一点点 但是随之之外 没有任何问题 大哥 人家煮得这么浓 多绵多滑 看我们的广泽人就是这么坏 有一天吃 又说别人这样那样 没有一天吃 又叫救命 不断神生鬼厌 而且价钱也不太贵 大家看到没有 上星期我们先吃一碗 多少钱呢 Double 14元 在这个时候 让我打碟趁热 再试这个包 都很期待 你看它里面有多少料 对不对 先试一下 顺便铺满芝麻 如果你在家 可以多洗一条生菜 塞进去 就是这样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 做出品 你都没想不出来 有什么样的 反正 谁 在我